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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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 我小朋友非常愛吃的一個 只是他們早餐的時候 特別喜歡吃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小朋友早上他剛睡飽 然後起來吃了這個早餐呢 他對這種早餐 這個玉子燒 或蘋果的香氣 他會有一個記憶點 他覺得他喜歡這個感覺 爸爸幫他做早餐 所以他生病剛好的時候 我就做這樣的東西給他吃 就是一個甜點 然後他會覺得 我身體好了 然後他會想到那個快樂的時光 對 那當然是用蘋果 是 因為我們削皮以後呢 我們把它切成丁 因為怕它顏色變黃 所以他剛剛放了點鹽水 對 事實上是不需要 因為你會爆炸這個玉子燒 你自己也看不到 所以你其實在家裡 你就不需要這麼做 然後我們有一些蔓越莓 你可以用葡萄乾也可以 一些果乾這樣子 還有一些花生醬 如果你小朋友不喜歡花生醬 就不要把花生醬 也可以放一些草莓醬 帶點甜味 肉桂粉 好香喔 牛奶 然後一些砂糖 然後這是椰子油 因為我們用這個 我們做這種 畢子燒就是用椰子油 它甜點的時候 那個椰子的味道 可以讓那個甜點的味道更明顯 更香 那如果這樣沒有椰子油的話 沒有椰子油的話 你用椰奶嗎 直接 不行…這是油脂 你必須要用油 那椰奶裡面是有水 奶跟油 所以你要用椰子油 那我真的沒辦法用橄欖油 你就用橄欖油 可是就少了一個香氣 然後它那個甜點的香味 就降低了很多 好香喔 我看你椰子油是飽和脂肪 還是飽和脂肪 對… 對… 椰子油其實我覺得 大人少吃一點 因為大人我們常常 攝取很多飽和脂肪的 小朋友其實我覺得還好 所以我就會給他吃一大吃 是喔 然後一次有說 這個兩身非常OK 是的 好 那我們用三顆蛋 在家裡如果你有比這個… 單手打蛋 比這個… 超帥的 這三顆打蛋真的超帥 我用單手打 然後又用筷子 然後就笨 對… 單手打蛋 老婆還弄不照 對… 然後這個用三顆蛋的原因是 因為這鍋子比較大一點 對… 所以在家裡你的鍋子是小鍋子的話 通常用兩顆蛋就夠了 然後在這邊呢 第一個你要一定要 一定要用平底部沾鍋 比較方便 然後就把它… 先把它加熱一下 然後這邊呢 我們把這個蛋 稍微先把它打散 我覺得男生會做菜都好帥 超帥 超帥 她上次來節目做那個 我回去做 然後做完我媽說 嗯…不好吃 我… 然後我起來想說 我裡面沒有加魚喔 然後我媽說在湊湊湊湊湊 我現在每天想要湊湊湊 鹹蛋黃湊湊湊 對… 對啊 對啊 可是我看她做都真的好簡單喔 真的 我們要把蛋打上 加點奶油進去 不是 加點那個牛奶進去 然後這些蘋果呢 因為當然我們要把它 放到這裡面去嘛 所以我發現一個比較不慌的方法 就是先把蘋果 去肉桂粉 肉桂粉要去哪裡 肉桂粉去超市 有一個地方 叫超市 沒有呢 明明快快 砵柠檬肌 這個完全把它複集 喔 妳就小心慢慢 可是小孩可以接受肉桂的味道 因為我一直覺得肉桂是很大的 對肉桂比較大一點 可是它慢慢可以接受 我們要像桂米這樣 對 它這樣比較容易拌在一次 其實當時這個製作單位 這位非常用心的時候 問我說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的時候 我開了三四個菜單給他 然後他選了玉子燒 我立刻就覺得說 他如果真的玉子燒不好弄 我們把它弄得像阿姆蕾那樣 所以我說 其實它其實滿接近阿姆蕾 然後你要把它變成玉子燒 也是有一個好方法 所以待會兒教大家怎麼做 好 因為剛剛我們在講話說 怕這個鍋子太熱了 所以把它稍微關一下火 那時候我們就先把那個椰子油 放進去 好 一點點 所以玉子油是可以耐高溫的嗎 是 玉子油是一種 它是保和脂肪的 對 它是可以耐高溫的流行 可是我最近就用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防彈咖啡嗎 但我覺得喝下去 當下會覺得有飽足感 可是過了那個時間之後 你會更餓 更餓 所以對我來講是沒有用的 對 所以我減肥沒成功 好 這個蛋液下去以後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先離火 先離火 讓它不要這麼快就乾掉 然後你稍微讓它邊滑一下 均勻一點 然後這時候像還挺活活的時候 你沒有把它拉拉拉拉 不要再拉了 因為再拉它會破洞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時候把火關掉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然後慢慢的把你要的料 把它放進去 然後這個料的放法就是說 你不要把它集中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散一點沒關係 你太集中了 它鼓起來反而不好包 所以說你不要說 我一定要把它放在一條形 直線形或是怎麼樣 不需要 亂放 亂放就可以了 放散 因為待會兒其實還是會破 但是你可以用蛋來補救它 對 好的 我們先暫時放這樣就夠了 太多了也不好捲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它火再擋開來 好香喔 就一個蘋果派的味道 肉水 對 對 蘋果派的味道 記得這火一定要轉最小 而且有化生香 火一定要轉最小喔 然後這時候就要等旁邊 好像聖誕節的味道 有點表情 對 如果像它沒有翻起來的話 你不要去動它 因為它會非常容易壞掉 所以最好是這邊要 可以掀起來感覺像這樣 旁邊有一點翻起來 然後這時候你就把它稍微這樣 折起來 肉關會無防的牛怕 往裡面折有沒有 我覺得這現在是最難的時候 就是一直燒那個 你就把它往裡面折 往裡頭捲 一直往裡面捲 好暈暈的 這時候就讓它 稍微黏固一點 是 在家裡會有一個像這種 這叫什麼 春捲的這種 瘦瘦瘦瘦瘦 然後再拿一個這種 耐高溫的 耐高溫的保鮮膜 然後你先做油索準備這樣 先把它打開來 先放這邊 直接把它倒到這邊來 它包的時候就像春捲一樣 直接把它 好美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對 好香喔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保鮮膜往外拉 讓它就有一個收縮的效果 就可以塑溪就對了 可是在上面沒這個東西 也就直接可以切來吃了吧 其實在家裡的話 像我剛剛講 煎好了以後對不對 你就可以 現在要做玉子燒的話 就把它包起來 給它一個形狀 好 速度上吃阿姆 還是我們可以跟小孩一開始就說 炒一炒就好了 感覺 這樣才沒有輸而已 因為我覺得 用這個動作不容易耶 然後把它弄成玉子燒也不容易 你覺得它炒蛋 其實也不錯吃啊 其實炒蛋就簡單多了 做法 做法有一點不一樣 但材料一樣 其實營養都沒差對不對 當然沒有差 對啊 要炒飯 炒蛋 這個有小小的一個秘訣 就是你在壓它的時候 你不是要把它變成圓形 你要把它變成四方形 所以這邊是有點皮 然後這邊手要給它一點 感覺是一個四方形 你看它做起來會比較像脫圓形 好 那最好的時間 大概就是讓它冷一個 一分鐘左右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這樣子也可以 我們看一下它的形狀 我們大概切個一刀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這讓我想起 好像是產後穿塑身衣的感覺 沒錯 好美 好療癒 我很可愛 這眼鏡的顏色好漂亮 然後你已經把你不要的部分 把它切掉 像這個部分 為什麼不要呢 我會就要給媽媽吃 那個切面一定要給攝影師看一下 那個切面很美 切面很漂亮 為什麼不要呢 你留在那裡給我啊 好 好 那這邊我們可以 我剛剛感覺到它滿定型的 所以我們本來試著把它切一下 玉子燒 好 一刀下去像這樣子 對 我的天啊 好美喔 哇 哇 好厲害 好喝 太容易了 而且不是那邊那個那個 火麵圖嗎 火麵圖可以啊 對 側面 側面 嗯 嗯